大家好,我是密斯特的總經理James 我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帶大家來介紹密斯特的產品 密斯特是一家六年多的公司 那六年多算起來不算長 但是這六年多來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密斯特是一個有自己的理想 想創作出一些屬於獨特性的產品 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進入的領域是從機械式鍵盤 那機械式鍵盤又有很多人做很多品牌做 所以我們有一群年輕人 那有一群玩game有理想有設計的人 想再做出一些不同一樣的產品 比較有特殊的產品 所以我們經過市場的調查之後 所以我們選擇了屬於比較人體工學的鍵盤來做 所以我們一開始踏入這個市場 就從人體工學的鍵盤 希望讓每一個人用了我們的鍵盤 能夠更舒服 那在長時間使用下 不會讓感覺到疲勞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設計鍵盤的時候 都盡量用人體工學當鍵盤 那今天有這個機會讓我們介紹密斯特這個品牌 那密斯特在這六年來做了很多特殊的產品出來 那目前有多款是屬於人體工學的鍵盤 等一下會簡單的介紹 讓你們了解密斯特的產品 那再來就是很多人都說 鍵盤這麼多 為什麼要選擇密斯特 還有跟其他品牌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的鍵盤就是 除了要有趣之外 還有就要使用 品質好之外 這都是基本 就是要讓你長時間使用下 可以感覺到很愉悅 所以我們的slogan就是 Dream in on your finger 就是你要愉悅的在你的手指上 要感覺愉悅的使用在你的鍵盤上 首先我來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今年最新的產品 它的名字叫MD600α 那這支為什麼叫MD600α呢 那它這支的產品的鍵帽排列 是類似Alice的Layout 為什麼叫做AliceLayout 因為我們的手指是有弧度的 所以你打字的時候 每個key都能幹照你的手指的弧度 輸出鍵位 所以我們看看前面的這支鍵盤 它就是有弧度的 每一個像翅膀一樣 左右有翅膀一樣 有弧度的 那這支鍵盤 它是可以左右分開的 那為什麼要左右分開呢 因為每個人的距離 肩膀的距離不一樣 那我還可以按照自己肩膀的距離 把鍵盤打開來 那依照自己的距離去做 調整最舒服的位置 做蘇打 那這樣子的話 你長時間即使再打鍵盤 你坐在辦公室很枯燥乏味的時候 你也不會感覺到疲憊 你會覺得啊 打鍵盤是一個這麼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自己知道 長時間使用鍵盤非常的辛苦 我們也希望每一個工程師 或是每一個User 在家裡使用鍵盤 要讓他使用的很愉悅 所以我們每一把鍵盤 除了不只是設計出來 賣這支鍵盤 我們希望自己用的也很開心 也希望每一個用我們的鍵盤的人 也要很開心 這就是我們一直設計鍵盤的理念 即使我們設計不同的鍵盤 我們也是這樣講 做出一把好的鍵盤 讓每一個User 再使用起來都能很快樂 能感受到 使用上的快樂跟愉悅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 的宗旨 那謝謝各位 歡迎各位來到MISS2的堂位 我是MISS2的Edward 我現在跟你介紹 就是我們家主打的鍵盤 這支MD650L之前 是第一款出的分離式的鍵盤 它使用的是Cherry的超矮軸 然後這款是MD600 它是60%的鍵盤 然後帶RGB 帶燈光的 然後上面這兩款是 等於說是現在在推的新產品 都是MD770 RGB 帶藍牙的 然後這個也是 這支是RGB BT 帶藍牙 還帶熱插法功能的 然後因為這支新產品 現在在推是因為市場一直在變 然後就變成說消費者會一直去講究說 他們要特殊性的鍵盤 我們公司就專門是 做那種就是符合消費者需求 比較特殊的鍵盤 OK 再來跟大家介紹 MISS2再來即將發售的新產品 這支MD680L1 它這支採用的是Cherry的新的超矮軸 但是所以說 因為現在我們要挑戰全市場最保的機械鍵盤 我們講求的是說簡單方便可以攜帶的 因為一般的傳統的機械鍵盤 重量真的很重 這支等於說是你出去的話 隨身攜帶什麼都方便 而且這支手就是防筆電的手感 然後因為這支還有帶RGB的功能 這支比較適合商務用 而且因為這支新產品 而且鋁外框整個質感很滿 所以說其實很多消費者都在詢問說 這支A1什麼時候會上 他們什麼時候可以購買 等於說比較方便的 所以說我們即將推出的這一支 也是MISS2即將未來的主力產品之一 再來跟你們介紹 MISS2的100%的鍵盤 因為像這種100%的鍵盤通常都是最廣為人知的鍵盤 所以說就是各家廠牌都會做 但是因為MISS2還是打的就是品牌跟鍵盤的特殊性在做的 像我現在介紹的這支是X8有線版的軍艦輝 就它是一樣鍵盤是二色模輸出的 然後因為它是全部在台灣全製程的 而且它重量重 就代表說它有那種它有滿滿的高品質 高品質在裡面全製程MIT 然後再來跟你們介紹就是所謂的X8BT V2 就是因為其實X8BT版之前有出過藍牙版 現在這支是有更新過後 就等於說藍牙之外還帶一個所謂熱插拔的功能 因為這支鍵盤大 每個人使用都有每個人的習慣 我可能我今天左邊可能想用插軸 可能右邊想用靜音紅軸 就變成說我可以拔 然後我可以在自己做一個換軸的動作 目前一直在更新的消費者的市場 我們盡力去滿足到消費者的需求去做改變 所以說這支X8BT在市場上也是很有競爭力 光一個熱插拔 因為現在不是所有廠家都有做的 所以說這支是本來的X8BT 更新之後的X8BT V2 就是它的第二代 然後X8BT V2的配色有 又藍跟木色兩種配色 然後最後跟你們介紹 MITS2今年開始在持續在發售的另外一條線的產品 就是所謂的熱身滑肩帽 所謂的熱身滑肩帽就是在商品上印上可能 就是一些可愛的圖案 或者是針對主題性去做一系列的肩帽活動 像這一款貓咪肩帽是MITS2的第一款熱身滑肩帽 我們是以貓咪為原型去畫說 就是說可能就是貓咪日常可能各種會有的狀態 然後把它畫出來又去做成肩帽 然後旁邊這一組是所謂的賽車的肩帽 因為賽車的東西其實只要是男生都會去追求 就是因為它很帥很酷 所以說第二組熱身滑肩帽是說 我們以賽車為主題去做一個發想 然後去畫去設計說 一整組件貌上就是顏色圖案都是配合 等於說賽車的主題 因為上面有起跑線 然後還有重點線什麼的 還有紅綠燈 所以說這款是以賽車為主題去做發想的 然後旁邊這一款是搭配聖誕節主題去做的 而且這一款是透光的 結果等於說我放在RGB的鍵盤中 它是會亮的 然後就算把燈關起來等於說也是有夜視的效果 很適合就是說在聖誕夜晚上 關燈搭配鍵盤之後整個可以用那個氛圍展 然後最後一組這個是 這個是配合太空主題的鍵盤 因為太空將來是一個趨勢 然後像鍵盤的話我們講說 配合就是說未來的趨勢去做 之後就會變說 我今天就算我在家裡打鍵盤 我也有可以感覺說 我好像身處在外太空中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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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